首先呢是这个完美世界的同名IP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完美世界的IP历程 大家一看到这个屏幕 应该如果熟悉的话就可以知道 这是最早最早2004年完美世界端游登录画面 大家请看大屏幕 2005年11月25日完美世界上线 拉开了国产3D网游的序幕 首创3D网游完美世界 凭借充满东方韵味的山海精题材 个性捏脸 自由飞行 无缝大地图等创新玩法 刷新了玩家对国产网游的认知 精品孕育着机会 2006年7月28日完美世界国际版上线 开启国创IP国际化探索之路 让世界看到中国奇幻之美 15年间 这一东方奇幻国创IP 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成功上线 席卷全球 通过不断地自主研发 也让游戏实现文化负能 大大提升国产游戏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 伴随着手游时代的来临 我们开启IP多元化布局 2019年3月6日 完美世界手游上线 重塑端游经典 国创IP全新启航 完美世界再现新浪潮 通过坚持原创精品之路 让更多玩家感受国创游戏的独特魅力 15年间 我们在自主研发领域不断探索 我们在用户领域不断建立情感链接 未来 我们将向着国创IP全球化的目标继续前进 努力开创一个完美新世界 刚才我们回顾了完美世界17年以来的发展和探索 每一次新动向都备受大家的关注 那么我将为大家带来基于完美世界这个IP的两款全新的产品 第一款产品 Perfect New World 这是一款面向于全球的动作游戏 而且这是一款主机和PC上的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开发中的实际演示画面 感谢观看 这款产品呢将首发海外的主机端 国内呢会并行发行这个PC端游戏 那么它对技术玩法操作以及画面呢 都有极为苛刻的要求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挑战呢 拉近我们与世界顶级标准的这个距离 为此我们采用了这个国外顶尖的团队的人员配置 不仅有平均从业15年合作时间 超过了10年的端游初创团队 更有许多来自国际一线厂商的开发者 和资深的这个艺术顾问 我们希望完美世界这个IP呢 能够在全球更多的地区 更多的平台上持续地发展 所以在传承这个大时间观的前提下 我们还对剧情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和丰富 让故事能够得以更深入人心和传播的更加的广泛 这个来自于全球市场的全新挑战 我们希望能够给市场和用户交出一份满意的答案 接下来呢我们将推出本场发布会的第二款重磅新品 完美新世界 这是基于完美世界IP升级后诞生的手游新产品 那么这款产品呢有非常独特的全新的设计理念和交互方式 将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游戏体验 那么请先看大屏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美新世界手游是我们面向全球用户升级IP感知的一款产品 大家看到它刚才屏幕里面走出来的角色 它都是非常地偏全球化的 游戏采用了这个虚幻四引擎 那个非常地模拟真实自然环境 还有日月光照等等 加强画面效果的同时呢 也希望给玩家带来更加真实细腻的游戏体验 完美新世界呢 也从玩法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开放世界奇幻大陆 我们将会延续MMO类型游戏多人玩法的高射群性和高互动性 吸收很多开放世界等先进的设计元素 尝试在世界观塑造啊 交互机制和玩家体验等方面进行更多的突破 那么其实刚才大家在屏幕上已经看到有一个千人千面这么一个大字 那么其实这是我们在这款游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游戏特性 那么我们创造了这套千人千面的这个工程体系呢 让游戏内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与众不同的 我们抛弃了原来传统游戏中 NPC角色相对死板固定的造型和行为逻辑 我们在这款游戏中大家能够看到 所有你能看到的NPC几乎都是长得不一样 有各自的行为逻辑 有不同的这个触发 玩家可以成为这个游戏世界的这个创造者 自由的这个创造自己的附属角色 并且将这些角色融入到世界中去 那么以上便是这个完美世界IP下的两款新产品 目前还在研发阶段 更多的游戏内容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微和官博 完美世界这个产品作为公司的同名IP 一直和我们共同成长 17年来呢 收获了大家的很多支持 也成了也完成了这个多端多领域的这个全面的发展 未来我们将更加坚定地践行完美世界IP的全球化进程 为世界各地的用户持续地带来惊喜 好 现在来